美國跟中國十號在 COP26氣候大會上發表聯合聲明 未來關鍵十年將共同致力於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美國跟中國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 在本屆氣候大會登場的第一週 互相指責 卻在十號晚間公佈聯合聲明 表示依據科學家所說 在未來十年需要減排的任務方面 展開密切合作 兩國都同意減少甲烷排放 保護森林以及逐步淘汰燃煤的使用 並計劃組成合作小組 在氣候變化領域 中美雙方共識大於分歧 具有廣泛的合作潛力 這次聯合聲明的發表 再次表明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The statement lays out important steps on CO2 emissions as well including the need to accelerate using the best efforts by all of us to phase down unabated coal in this decade as fast as is achievable 協正华表示希望这份联合声明 能为大会的成功做出中美的贡献 凯瑞则表示美国跟中国 要不在大会落幕时各走各的 留给全世界未来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的疑问 要不就是携手往更好的未来前进 美中两国过去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 阻碍了全球气候谈判的成功 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 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 对话千至居多 如今在格拉斯哥有这么大的转变 向迂会190多国发出强大讯息 也让身为气候大国东道主的英国 感到十分惊讶 公事新闻黄远玲编译